《纳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佛告米勒 如等能于此事 端心正义 不着重恶 甚为智德 十方世界 罪无伦辟 所以整合 如佛国土 天人之类 自然作善 不大为恶 亦可开化 今我于此世间作佛 处于五恶 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教化群生 令舍五恶 令去五痛 令离五烧 详化其意 令此五善 获其福德 度世长寿 尼环之道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五恶五善 第二十九章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 弥勒菩萨 卢等就是 以弥勒菩萨 作当机众的 余会大众 能够在这个世间 端心正义 端正 就是守住 随顺 本心 端心的意识 正义 就是第七时 第六时 都能够随顺 法性 如果用鲁家的一句话来说 喜怒哀乐 之未发 还没发出来 这就是端心 发而皆终结 这就叫正义 能够不随顺 能够不随着旺心 自得之人 自得之人 守卫 守卫 道德 登峰造极了 这句经文 也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念力凡夫 举心动念 都是污染 都是罪恶 你如果能够举心动念 都能随身法性 都能够像鲁家说的 那种为经为义 永知觉中 能做这样的功夫 那就是这个世间 具有圣身极高超守的人了 这种人跟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相比 也无罪为极上 没有与这样的 自得之人相为比较的 你看这里并没有谈到 要行多少善 只是你端心正义 不造重恶 就是十方世界 无以伦比的人 可见我们 这个造恶之机 势头极重 你还没有随身造恶的 这种倾向 这就 甚为稀有 或终身年老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这里谈出他的原因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差点 他们无论是天还是人 这些众生 所处的果报 环境非常舒适 比如说他的福德自然 这个粮食 衣服都不需要经营造作而来 没有生存的压力 没有竞争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行善 就像管子说的 昌敏时 则知礼一样 衣施足 则知荣禄 他就自然而然作善 没有条件 也没有可能去着恶 没有着恶的倾向性 没有造恶的环境 也没有造恶的动力 所以就容易 诸佛如来在那个世间 教化众生 就容易开化 相比较连在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书婆世间 难言不提 来诸佛 他的环境非常恶劣 充满着五恶 这个世间的众生都在 卯足进来造作杀到 淫忘酒的恶业 就能感得今世 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痛苦 以及被国法所惩处的痛苦 那么到了下一世 就要经受三恶道 尤其是地狱的火烧的结局 所以这个世间的普遍的描述 就是五恶五痛五烧 那么这是最为巨苦的一桩事情 这个世间生存资源匮乏 没有自然而然的资深用具 他一定要勤苦的牢捉才能获得一点生存 于是这里面他的竞争性 他的残酷性 也就令他容易去造恶 所以你看当众生的福报越来越低 人口越来越多 深层资源越来越匮乏的时候 那么这种斗争 乃至于战争 就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这种巨苦的现象 就会更加剧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实际上蒙尼佛以大悲勇猛之心 事先在这个世间教化群生 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我们在这个恶事里面的众生 都叫刚强难化 这个烦恼厚重 所以佛要用很大的悲心 要很多的方便 用折服和摄受种种的方法 才能够调化我们 令我们舍去五恶 舍去五恶解决痛烧之因 就离开五痛 也令我们离开下世的五烧的恶果 来用佛法 因果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 空性的观念 这个彼岸的超越 来详化我们这些 罪恶的刚强的众生 使我们的那种邪知邪见 能够调胜到 智慧正见的范围 那么详化其意 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信心 信因 信因果 信轮回 要求出离道 这样我们就会比较自觉的 去持五善 能够持五善 建立道德的精神品格 他就能获得相应的善报 相应善报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 能够福得人天的福德 你持戒修善 如果你就不求无为的佛法 也能得到人天福报 这是福德 进一步 你能够有艳离心 能够渡视 离开三界的轮回 小乘的活果 进一步 如果你还能幸运吃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得到无量寿 能得到大乘涅槃的藏楼我尽之大道 好 请看下面 佛言 何等五恶 何等五痛 何等五烧 何等消化五恶 令慈五善 或其福德 度是长寿泥环之道 其依恶者 逐天人民卵动之类 欲为众恶 莫不皆然 强者扶弱 扶弱 转向磕贼 残害杀戮 蝶香吞噬 不知修善 恶意无道 厚受殃罚 自然趋向 神明既是 犯者不赦 故有贫穷 下贱 乞丐孤独 隆盲阳 隆盲阳 愚痴必恶 自有光黄不歹之俗 又有尊贵豪富 高财明达 皆由述事 慈效 修善及德所致 先看这一段 佛在这一段自问自大 释迦牟尼佛就对着 弥勒菩萨及余晖的大众说 何等 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五恶呢 何为五痛呢 何等为五烧呢 又怎么样能够消化五恶 消除五恶 令辞 发起信心来辞武善 以获得人 天 小乘 大乘这些利益呢 好 那么自问自大 所以开始讲何等五恶 其一恶主 这第一个主要是产失 以杀业为主的恶业 逐天人民极卵人之类 捏地繁复 不仅人道 软动物也是这样 逐天也有烦恼 在这些烈地繁复的潜意识里面 有一种劣根性 就是欲为重恶 这种残忍的劣根性 是烈地繁复都是具备的 他有一种作恶的冲动 这种冲动漠不截然 如果你没有得到圣贤的教化 能有在心性上下功夫 多有造恶的冲动 在这个愈为重恶当中 这里特别点示出杀业 这种强者扶弱 强者就是表明 他力量强 能够杀 能杀者 扶弱 他能够制服对方 这个弱者就是被杀者 那这个众生和众臣之间 他的强弱的力量对比 也是看在哪种情况下 所以只要是强的就吃弱的 弱的就吃更弱的 转向磕贼 这就有点像张子的一个余年 讲到这个螳螂苦禅 麻雀在后 那个禅小知苗 那个螳螂就准备要吃它 当他全心灌着要吃知苗的时候 他没想到麻雀在等着他 麻雀在 但麻雀也专心自己 要吃螳螂的时候 他没想到 还树下有一个人 拿着弹弓对着他 那那个拿着弹弓对着 在花园里面对着他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看公园的人 在盯着他 反正都是一环扣一环 转向客贼 相互之间残害杀戮 所以动物界奉行这个弱弱强食的原则 那是普遍的原则 达尔文就是把这个动物界原则 上升到人类的原则 他确实谁有力量 谁就能够杀害对方 杀害对方的目的就是 牟体或者他的身体吞食 大于吃小鱼 吃小鱼就是作为他的食调 来滋养自己 如果动物界奉行这样的 弱弱强食 自相残杀 相互吞食的原则的话 它是由于鱼吃 没有文化 如果人类也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也就野蛮民族了 但恰恰如果没有一种圣贤的教法 他就不知道 要修行善业 连善恶的标准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放纵着 他的一种生命的盲目的力量 就造作食恶业 甚至造作逆罪 这个逆就是违背天地之道 违背自己的良知良能 完全就无道理 那你这个行为 因地是这个样子 他马上就能得到 今生和后世的恶果 以后你就要经受 这个杀业 所导致的灾殃的惩罚 你的杀业造成之后 这个逆离不亡 他自然在灵命中时 这个杀业的力量 牵引你到相应的恶道里面去 你只要杀害同类或者异类 那么神明济世 这一点就更严峻了 神明 把你的杀业的行为 都记录下来了 在阿赖耶尸里面就像档案材料 一一登记在此 这个神明我们讲有巨生神 余生巨有两个巨生神 一个是同名同生女 记录我们的恶业 一个是同名男 记录我们的善业 还有讲到六灾日 为什么是六灾日 这是四大天王 他一个月会有六次寻寻室人间 看看你的恶业的情况 把你的情况 汇报给天上 一月有六日 这个一年有三个月 这个真月五月九月 有一天也是向上天汇报你的善恶业 还有一年当中八王日 八王日就是历春春 历夏夏至历秋秋分 历冬冬至 这八个八王日 录要赵若业 也是汇报的日子 所以为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们身口意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 都记录灾案 都汇报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太上感应 第一句就谈到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 是灾祸还是幸福 它没有一定 是你的行为举行动念 所招感的 所以这个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非常快捷 也秋毫不爽 所以神明即使 你犯了这个恶业 它就不会赦免 它一定会有报应 那报应 比如你的命运的穷童受邀 为什么会有 所以固有 就由于你有杀业 记录在档案 而且一定要正等 相等的报应 所以才有贫穷 下贱 你很贫穷 吃饭都有问题 贫穷一般是你的 千贪的报应 下贱 为人下贱 地位非常低下 这是你叙事 浇漫的报应 乞丐也是你千贪的报应 孤独 孤 就是没有父母叫孤 孤儿 需要父母 抚养的时候 三五岁就没有父母了 成了一个孤儿 独 老年无子 起下荒凉 这就是独 这都是人生很不幸的事情 这孤独 就是杀生之宝 还有生下的六根不具 笼子 盲人 看不见东西 哑巴 还有鱼痴 鱼痴就是头脑 混沌 不能有思考的能力 身 自己 生活治理都有问题 吃吃呆呆 避恶 就是他的样子非常丑陋 全身肮脏 让人不愿接近 乃至于还有汪狂 汪就是那个 也是身体非常的瘦弱 矮小 弱不禁风 狂 就是那种 精神上有问题 这些各方面 无论是福德 才能 道德 都跟人远远不及的 这一类人 都是犯者不舍 恶报的这种情形 还有一种 就是比较好的报应 他社会地位尊贵 富裕 并且智慧 明达 这些人都是由于 他多生多迹以来 有仁慈之心 不杀生 而且放生 孝顺父母 不仅孝自己父母 而且孝天下的父母 修五戒十善 种植种种的功德 所获得的 所以这些都是 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 好 请看下面 是有常到 王法牢狱 不肯未胜 为恶如罪 受其殃罚 求望解脱 难得免出 世间由此 目前现世 受宗后世 忧生忧俱 若其幽灵 转身 受身 披露王法 痛苦 急行 固有自然 山徒 无量苦劳 转冒其身 改行 异道 属受寿命 或长 或短 浑身 今世 自然 去之 当独 直向 相从 共生 更相 报复 无有 质疑 殃厄未尽 不得相离 辗转其中 无有 出奇 难得 解脱 痛不可言 好 看看这一段 这些 照着 杀耶的人 他不能 清醒地意识到 世间 有 常道 就是世间 有世间的法 来维持 社会的正常 良性的运作 在世间法里面 尤其 王法 它是 逼不可少 没有 国王的法律 社会的秩序 很难维持 那王法的 对造恶的人 他就要用 刚性的方法 你犯了王法 就得把你抓起来 判刑 关到牢狱里面 那么这个王法的刑法 清泽 古代 或者是 脸上赤字 发配到边缘地区 或者把你的手脚剁掉 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就是 公刑 再要么就是 大批 就是死刑 原来 这个王道 这个王道 深信的时候 人民臣朴 这个王法的惩罚也比较轻一点 一点小小的陈处都能知道大的 这种畏惧 谨慎 原来你看 周恩王 住自私的时候 他就叫一个 画地为牢 谁犯了什么过失 周恩王就给他 把这个 画一个圈 你就在这待一天 待七天 或者待半个月 画地为牢 这个犯罪的人 他很听话 他不至于等到晚上 他就开溜了 他不会开溜 他老老实实地 待上七天半个月 你开溜 也开溜不了 周恩王会算卦 知道你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 他确实很纯朴 因为到唐代的时候 常态中 就对那些死刑患 让他赦免他去过一个年 过完年以后 指定时间来接受 陈处 然后到那一天 就少了一个人 当指定是少一个人的时候 大家所有的囚犯 都在那骂 怎么还不来啊 还有这个事情呢 结果唐代宗还是说 再等一等 终于等到中午的时候 那个人赶到了 说是路上那个车坏了 那个马车坏了 你看这个 对于死刑犯 能够放出去 按时回来 这种信约 到了多深的程度 古人一看很深 现在还敢干这个事情 可能一个都回不来 所以这些愚痴的人 对于王法牢狱 他不肯去敬畏 不去谨慎 他要去碰这个高压线 你只要犯了王法 那一定要有牢狱之灾 受种种相应的刑法的惩罚 这就是灾殃了 如果你关到牢狱里面呢 你想解脱牢狱之灾 那是很难出来的 你想要走点后门 送点红包就出来 如果在一个公正盛事 是不可能的 除非碰到大事的 那个特别的时候 你才能出来 所以世间有这样的 这种因果的报应 这是献报 你犯了罪 你就有国王的法队的省处 那么他的后报 就是你寿命终结之后 你轮转到后世里面去 你要下三个道 那尤其是到地狱道 它是非常深邃 这个痛苦非常剧烈 忧生忧俱 从地狱道出来 又可能到了恶鬼道 到了畜生道 这些暗民的地方 那就次第的 从地狱道到恶鬼道到畜生道 转生为人 还是身为下贱 贫穷 下贱 乞丐 孤独 路芒 阴亚 大概都是从三个道出来 又要清楚这些 这就譬如你在世间被王法所惩处 那种痛苦 痛不可言 那身后呢 由于你的恶业的力量 自然而然地赶得三恶道的果报 在三恶道的刑法 又超过世间的王法牢狱之苦 百千万一倍 这叫无量苦劳 好 那在这里辗转 贸就是贸易 就是变化的身体 今生是人的身体 下辈子可能就是牛的身体 马生 毛鼠生 改形 改了一个面目 改了一个形状 原来是站立的走路的 结果变成了四条腿 横行走路 异道 本来是人道 结果到了畜生道 改形异道 在这个三个道里面 你瘦的寿命 或者很长 或者很短 如果到地狱道里面 去百千万劫都难以出来 或者在畜生道 寿命短 短到一天招生目死的 那个菌类 昆虫 它的寿命就很短 那么这样的或长或短的 三恶道的这样的一个苦报 是我们的临终时候 这个浑身金石 就是阿赖耶石 因为我们造的善恶业 都在阿赖耶石里面 记录在案里 所以它的善恶业 含脏石 众业先迁 自然而然的趋向了相应的哪一道 好 趋向哪一道 这里是你独自去的 恶业是你自己造的果报 你的要自己受 这里你是没有 谁来替代的了的 所以当独去向 而且你造的恶业 因为造恶业有自己造 有他人被你的恶业所伤害的情况 这里又构成了一个关系 这种关系呢 你这种恶业的这种债务关系 又相从共生 这种冤家对头啊 你都要对面 对面他有时候是 投到人道里面对面 这个对面道也不一定 非得在同一道里面 比如或者你在人道里面 你要对面 你找冤家在主 我们看那个华言中主是 杜圣和尚 他有一天接受斋主的请斋 那个斋主就有一个小孩 这个两夫妻是 这个示弱掌上之真了 爱得不得了 爱得不得了 谁知道这个杜圣和尚 把这个小孩一拽过来 就往池塘里面抛过去 抛到水里去了 这两个佛夫妻就垂手定住痛哭 我的小孩怎么一直 跑到水里去了 这时候 忽然这个水里面 就献出一个很高大的 男子的声音 男子站在水上 恶狠狠地指着 他的这两个哭的两夫妇 就是那个小孩 可能前世的形象出来 说你上一辈子 你们就害了我 我今天是 今生是在报仇的 幸亏杜圣和尚被我们解冤了 我也就不报仇了 说完就沉到水里去了 这两夫妇才感谢杜圣和尚 这就是杀耶导致的人要偿还 他以父子投到你的家里 以人道对人道来找这个债务关系 或者被杀的在鬼道 杀的人在人道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些鬼来作祟呀 鬼来 那你在梦魇当中 你就喘不过去的被鬼害死了 这就在鬼道里面报仇 或者在畜生道里面报仇 他变成蛇 变成狗 变成老虎 所以蛇把你咬死了 老虎把你吞吃了 疯狗也把你咬死了 所以被这些东西弄死的 这些都有原因了 为什么这条蛇这么咬 咬你不咬它呀 这就在畜生道里面 被杀的在畜生道 像你还在人道里面报仇 或者被杀的到天道去了 到天道去了 你杀人 杀者是在人道 那在天道他的各方面比你强 他要给你害一害那很方便呢 给你一个瘟玉 给你一个灾祸 你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或者你看 为什么阿修罗跟天道有时候打仗 这里面也是杀业的原因 如果被杀的到阿修罗到 你杀者在天道 他就向你宣战 他打不赢他也敢跟你宣战 所以这些人类的痛苦 相互共生 相重共生 相互残杀 相互报复 这样的过程是无有终止的 所以为什么佛法把杀生 不杀生 摆在第一啊 这是佛看到的这么一个 非常痛苦的恶性循环 一定要截断这样的循环 所以你的杀业的恶 没有终止 你的摘殃就不会结束 你的这个杀业的行为 只要出来 你被杀的这个命运 那个这个债主 一定会紧紧的跟你相随 他不会离开的 所以辗转在轮回里面 这个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难以解决 当你自己杀人的时候 你很痛快 或者杀畜生的时候 但是当你自己被杀的时候 你很怨恨 一有怨恨就想报复 好 一报复 对方也是这个心理 他也在报复 所以这个众生之间的杀业 就是在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终止的时候 我被你杀了 下辈子你杀我 我要再杀你 我杀你又被他所杀 我又再杀他 难得解脱 这种痛苦 痛不可言 好 请看一下 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虽不及时 逐报应治 善恶之道 会当归之 事为一大恶 一痛一烧 勤苦如是 辟辱大火 焚烧人生 人能于众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着主善 不为众恶者 生独度托 获其福德 度是上天 尼环之道 事为一大善也 好 先看这一段 在这个天地之间 法尔自然的就有这些众生 在这里相互相杀 相报的事实 那一般 我们在人道来看 人和人之间 自相残杀的现象 还算比较少 除非是战争 或者特殊的 秤秤的原因 但一般它不是太普遍 那人之所以不去杀人 一般是来自于 首先他不敢 第二是不忍心杀 毕竟还是同类 由于不敢 也不忍心杀 所以就构成了一种心理 这种习惯 不轻易杀人 但是人跟动物之间就不一样 但人有这种观念 我不敢杀人 你杀了人 那是王法要惩处 良心也过不去 同类 但是动物不一样 动物觉得它有个观念 觉得这个动物就应该被我杀 应该是我桌上的一道菜 它又很弱小 它也敢杀 杀了你怎么样 你叫也叫不出 动也不能动 那人不一样 你敢杀一个人 可能他有亲戚朋友 可能他有很厉害的儿子 他跟你过不去 不共戴天 所以他对动物 他也敢 也没有测语之心 因为他体会不到动物的那种痛苦 你杀一条猪 窄一条羊的时候 这种尖刀下去 直奔心脏 那种这些猪羊 它是很痛苦的 但是痛苦由于他叫不出来 即便是叫出来 你还觉得他太不听话 你再来他几刀 所以就觉得这些动物笨笨的 这个留着他也没有意思 杀了他又怎么样 可以吃一只 但是这个杀 绝对是有因果的 各位看上次有一个学佛的居士 他谈到他的祖父 就可能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他的祖父身体非常强壮 听说也没东西吃 结果他听说一个大大祠堂里面 有一只乌龟 说很大 他那个祖父就想办法 这个弄弄弄 真的把那个乌龟几百斤了 上面都挂满了牌子 写满了字 都是几百年来放生的乌龟 由于他也没有什么 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 看到这个 他怕什么 天不怕地不怕 他就敢煮的吃 这一吃完这只乌龟 马上全身身满 身满恶肠 痛得 叫爹叫娘 就痛了半个月就阴灵无腹 所以这些龟啊 几百年的灵龟啊 你真的是杀了他 他马上就有报应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对生命的这种保护 实际在保护自己 杀这些动物 最终等于杀自己 他的这种 这种果报 有的很严重 有的也很威胁 但总之 你增上了杀烟 他一定会有果报 那你看当年讲 那个梁武帝时期 有一个桃红锦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道仙非常坚固 他求仙 修仙道 修仙道呢 修了很多年都没有消息 语化呀 这些都很遥远 他心里就很怀疑 他是隐居身杀 又叫陶隐居 当时谭卵大师 还去向他求学 要得长生不老之术 但是受到国王 很多皇帝都是崇拜他的 但是他求仙 却得不到语化 他心里很怀疑 然而他教的徒弟 还竟能成功了 他教的徒弟 先得到 语化 灰身的功能 结果是他的徒弟 来告诉他 说你之所以 还没有得到成功 修道不成功 是由于上帝 是你住的一个本草高墓 他住的一本本草高墓 其中就用那个水质 就是马王做药营 你在住这个时候 用那个生命 你把它生命作为药 作为药 很多人就按照你的药方 去乳法炮制 杀害生命很多 所以虽然你其他的修行 都圆满了 但是就由于你 由于你的因缘 杀害生命很多 所以上帝就贬 贬你 就不让你修道成功 这桃空井 马上就觉悟了 赶紧就把那个 他注解的那一段 改了 不用其他的蚯蚓啊 马王啊 来做药营 改为他的药方 可见你看 这个为什么 人以理自信 奴家的武藏要把人 放在首位 仁爱之心 车隐之心 同体之心 那在这个佛家的道德里面 万德里面 慈悲放在首位 这些都是跟不杀生 放生 父生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天地之间 法尔自然的有 杀生就有狗暴 父生就有福德的 这样的一个规律 这些事情 你虽能不能 马上就兑现 不是说你 你杀个生 马上你的生命就完 那除非是大的东西 一般的他不至于 但是你在下一辈子 或者多辈子之后 你的善恶的 这样的一个因果 迟早都能够对在一起 未当归之 这个因果的法则 常常是 你怎么出去 他就怎么回来 你只要看看是挺有意思 这个原来有个成语 叫请君入雾 请君入雾成语 这个很有点小品的意思 就是当时武则天的时期 当时有些酷慮 就是很善于用残酷的 这种刑据 刑法 来逼那些病人 招供一些 只需乌有的东西 他都能招供得出来 更何况已经有的 他这个刑法一上 你都没办法 当时有一个叫周星的 他损案子 没有一个损不出来的 结果这样监怨很多 监怨很多也确实太残酷了 就有其他人像武则天 就奏折告他 告来告去 还真的 武则天就觉得要 要陈处一下他 就派了另外一个大神 叫莱俊成 来损案 损周星的案 这个莱俊成先把玉子 先放下 本身他们都是同僚 都很熟悉 他有一天就把周星请到家里 喝酒 喝酒像哥们似的 啊 喝酒 这个莱俊成就问 现在我有个事想请教你 如果有一个人 想要一个人得到真实的口供 他不供的话 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照顾 这个周星一听他要纪念 啊 说我有一个好纪念 就是你准备个瓮 用陶瓷做的瓮 然后把那个人呢 关到瓮里面 把它封闭起来 然后下面就烧火 这一火一烧 一闭着 什么样的口供 你问什么他打什么 这一来说出来 那乃俊成就那下面 把瓮抬到厅堂里面 这时候把这个玉子一斩 跪下来听 听了之后请君如共 请你如共 这个周星一听吓怕了 知道这个刑法太厉害 我不进去 你问什么我打什么 一概全照 所以这个东西 你这个太残酷的东西 它一定要混 回到自己身上 会当归之 所以这就成为一大恶 以杀业为主的恶 今世就能得到杀生的痛 下一辈子得到杀生 所要堕到地狱里火烧的这种恶报 这样的勤苦 英国是这样的真实不虚 这就像大火 熊熊燃烧人生 人在这样的杀业的恶心里面 还能够制服 一心自意 制住这种以弱 以强凌弱的杀业的冲动 端生正行 端正自己的心意 不去造恶 不造恶 而且毒着足善 毒就是所有人都造沙烟 你不要去造 因为你身性硬物 这个毒也包括我们的自信的显法 我们有这种智慧 自信是不以万法为理 它的毒的特性 来行善 来放生 来行持仁爱一切的 这样的行为 能够这样 以仁慈之心 不造杀业 不造众多的恶业 那他就能够得到 供业里面的别业 就能度托 就能够得人天福报 乃至于解脱 解脱之道 这就是第一大善 好 请看下面 佛言其二恶者 世间人民 父子兄弟 施家夫妇 多无异理 不顺法度 奢淫 焦重 各于快意 任心自知 更相欺货 心口隔意 年年无时 拧禅不忠 巧年于眉 既贤宝善 陷入冤枉 主上不明 任用臣下 臣下自在 积极为多端 建度能行 知其行事 在位不正 为其属期 望省忠良 不当天心 臣妻其君 子妻其父 兄弟夫妇 兄弟夫妇 中外之时 更相欺狂 各怀贪欲 成会愚痴 愚智厚急 欲贪多有 尊卑上下 心惧同然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谈到 与偷盗 相关的恶言 所以 释迦摩尼佛 就对弥勒菩萨 仪会的大众说 第二主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间的人民 这人民里面 他有五伦关系 或者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 夫妇之间 都无异理 都没有仁义 礼 礼 礼节 不顺法度 这个法度 有世间的法度 有心性的法度 就是 没有理智 不讲道德 就是非常乖义 非常乖张 表现的形态 就是奢侈 追求奢侈的生活 淫欲的生活 为人机要慢 做什么事情 非常放纵 他不胜法度 不胜法度 世间的伦理道德 他不看在眼里 甚至法律 他虽然不敢公开挑战 他也是要尽量专控制 他自暴自弃 甚至 我是流氓 我怕谁 他不怕谁 其目的 他做这事情 就是放纵自己的那种 那种无名的 那种欲望的心 追求这种快意 痛快 只要我的感官 得到极度的享乐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放任自己的旺心 这个事无忌惮 相互之间 就是欺骗 迷惑对方 没有骑马的呈现 他在心里所想 跟口里所说 完全不一样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反正尽量来骗对方 他心口隔音 相互欺骗的目的 就是钱财 能够先有点右耳 能够把你吊上钩 先给你很多甜头 能够关起门打狗 反正他很多机心 所以这个语言和念头当中 没有一点诚实 这说起这个 好像都是我们众生 相对真实写照 宁禅不忠 他能够说那些惨美的语言 讨好的语言 不忠实的语言 花年巧语 愚眉 你爱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反正说得你心话怒放 等你不在意的时候 把你卖了 但人恰好都有虚荣心 就喜欢听这些惨美的语言 不喜欢听那些 劝谏的 批评的语言 你看有的单位说 我们都是开民主生活会 相互提意见 那下面的部下都会提意见 我给领导提个意见 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天天加班加点 这是不珍惜革命本钱的表现 他这话都变成了他的一个 惨美的一种表达 这个领导听听 我接受 我注意 心里高兴坏了 我接受 我注意 心里高兴坏了 我接受 我注意 心里高兴坏了 他的行为导致的口业 寄贤榜身就是两式恶口 寄有妒忌之心 就把善人陷到那种冤枉里面 诽谤他嘛 人家没有做的事情 他要去说人家做了 然后呢 这个上级和下级之间 又可能被利益殿绑在一起 或者这个为上的 他就没有名字 不能名察求好 他任用臣下 要搞裙带关系 听我话的 这个下级呢 为我去谋利益 那么这个 丞相呢 得到了上级的这个信任 他就很自在哦 很自在 他也就投其所好 充满机心 充满虚假 这里面的手段是变化万端 变化万端 他用权力 弄了很多利益 当然也要孝敬一下上师 同时自己也要分匪腰 这些陈下在这个 这陈下他就审时度势 差颜观色 非常会助人 八面玲珑 这个 真的是 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这个潜规则用得非常显水 做什么事情要找谁找谁 一目了然 送礼应该怎么送 送的有技巧 送的不显山露水 这些他都一目了然 助官还有一个关系图 什么人不能得罪 什么人可以他分的一情而去 自己行事 所以在这个关系上他就不正直 在位不正又被陈下所欺骗 他就对那些忠良之事 常常是审害 这个审害的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妄神 这个过程完全跟天心不相应 不当天心 比如这个官位 官位也是天职 但是如果把官位变成了一个人情关系的那种 那样的赠送 甚至到了一个王朝到了衰逝的时候 可以卖钱 你要官必须要交多少钱 这些都不当天心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乘下欺骗他的上面的君 成妻其君 助儿子的欺骗他的父亲 兄弟之间 夫妇之间 父党的亲叔 母党的亲叔 以及朋友之间相互欺骗 相互欺骗 其目的就是想获得更多的财物 愈之后继 这个都是由于他贪嗔吃烦恼所引发的一种行为的目的 这个烦恼越重就想多多一善贪得越多越好 这种情况 尊卑上下 这种贪欲之心 这种用非法的手段站为己有之心 都一样 那这里面就演变成那种人类的那种政治经济的种种的这种戏剧 在这种戏剧里面 他就扮演一个角色 乐不可知 造作逐多的畏鸣 鸡尾多端 你看这些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一些笔记 笔记小说 有一本晚清的笔记是叫清代之竹天木歇 他里面讲一个故事 那个题目就叫甲一二商 就是有两个商人 全体叫一个家甲一两个商人 这两个人很要好 一起住生意 商人食人酒间 这两个人都是老奸巨罚的 老奸巨罚 后来他们有点想到 我们住生意好像利润不高 是不是混个横档来赚钱 混什么横档呢 晚清政府也都很腐败 他就可以捐官 就是拿钱来买官 好 这两个商人 好 我们一块合股 合股去捐个官做一做 捐官来捞钱 当时他们就用三千两名字 三千两名字 相当多的钱 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十万 则算一下 那这个甲就出了百分之七十 这个乙就出了百分之三十 三十那两个人怎么分工呢 甲就做官 这个乙就做他的助手 实际上就是做他的藏水 古代藏水 就是帮他打杂的 反正这个乙觉得反正 也可以啊 我们都是来赚钱嘛 你当你的官 你出的钱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捐了一个后补巡检 后补巡检呢 两年之后还真的得到官位 这个在广东做官 巡检大概是干什么 大概是从九品 还不到九品官 所以大概类似于派资署署长的岗位 虽然官不大 但是他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权力 派资署署长权力还比较大 这一方的治安都为他负责任 这一方对什么事情 他还有纠叉的权力 损失的权力 好 去了之后 这个甲就做巡检大人 这个乙就做门子 看门的 古代那个看门的很厉害 叫做君子好见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这个小鬼就是指门子 如果你不给他一点红包 他不给你通报进去 或者说官老爷没有起床 或者出去了 或者到外地去了 反正不让你见 所以他的权力很大 这个乙呢 乙就马上一去 他就跟地方的那些混混 痞子混得很熟 混得很熟 他就从中谋利 本来应该是个巡检 因为官员他有一个叫 潜规则叫合法的伤害力 我只要能够伤害你 在合法范围当中 他有这个权力 对方就很害怕 于是就要用那个红包来化解这个权力 所以一般的官员的收入往往是从合法的伤害力的这个层面得到 这巡检大人应该得到的这个下面的这种孝敬 却不能被这个乙呢 给他给他 给他孝纳了 他不交上来 为他截取了 这还示晓了 这个乙呢 还变本加地 想方思法 在很多地方都谋取利益 甚至伪造这个巡检大人的这个手书 来向那些妇人进行讹诈 这个乙做的这些东西 贾义一概都不知道 贾义一概不知道 等到六年齐满的时候 六年这个齐满了 这个贾呢 可能要离开这个岗位 要升官 他要离开 偶尔看到 这个乙怎么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钱比他多了几倍的钱 他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他就跟他说尽好话 你怎么这么多钱 最后套来套就 正一套到了 原来这个乙俗恋财 恋财都数倍于他 搞得这个贾后悔不已 哎呀 知道这个情况 我让他当官 我来当门子多好啊 这是第一次合作 第二次还真的有合作机会 这两个人都又想一想 结果是到了这个群间 换了一个官位吧 虽然大一点 但是清水衙门 捞不到什么钱 所以他好不容易 练的点财都划得差不多了 这两人琢磨着 这样不行 清水衙门还要换个岗位 换岗位 这两人说 我们再来河谷吧 所以就捐资 想捐一个线官 支线来干一干 这次他就调判角色 这次就让乙来作官 这个贾呢 就在做门子 那做官的 你就出的股份多一点 百分之七十 做门子的百分之三十 第二次合作 正好他就捐到了一个 四川万县的一个县定的岗位 这个贾呢 也就持官 持得原来的官部做了 就成了乙的长随 就是他下面的人 结果到那去 这个乙就当县官 这个贾呢 就做门子 做门子 他也想从中渔利哦 但是这个乙是过来人 知道你什么地方 会玩手段 一玩他就知道 所以搞得他 他没辙 弄不到钱 弄不到人家这个挤 假设发愤图强啊 钻研这个权术 这个欺骗之术 并且虚心请教那些过来人 那些老一辈的 这个人 哎 这慢慢地他摸到了门道 摸到了更多的门道 他的这个造诣啊 要超过乙了 超过乙呢 他就用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练才的方式 哎 结果很快就练到了 十多万银子 后来就被这个乙发现 哎 怎么他的钱越来越多 好像我没有那么多啊 他怎么那么多 搞得这个乙都没办法啊 就低声下气 摆了一座酒席 请假过来招待他 说我们啊 在宫门里面 我是县官 你是门子 我们私下都是兄弟哦 都是兄弟这样吧 他就套套 套了话之后 知道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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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得了了 练了很多财币 又数倍于他 所以他说这样 我们两个都是亲兄弟 以后我们两个收入都一概平分 都不要去玩什么 一概平分 所以两个人重新结成了友好的同盟 不要相互瞒着对方 这样又不到四五年的时间 两个人都分到了 个人 一个人都分到了三十多万银子 但是前面那个 那个甲 所多得了十多万银子 所以看这个 这个官场上 这潜规则相互欺骗 这种权术 那是 极为多端 这个 我们都没有在官场上混过 只是从 从这一文字上 所了解 现在官场的潜规则 那是 都不是 一般的智商能够跟得上 好 请看下面 破家望生 不顾前后 亲俗内外 坐之灭族 或时施家 知识相党 适离 愚民 野人 转共从事 更相厉害 奋臣愿解 富有千兮 不肯失愚 爱饱贪重 辛劳 辛劳生苦 如是至尽 无所事故 独来独去 无依随责 善恶 善恶 散恶复福 追命 属身 或在乐处 或入苦独 然后来回 当福和吉 世间人民 世间人民 心与少智 见善 真棒 不思目及 但欲为恶 光着非法 常怀道心 希望他力 消散魔尽 而福求述 邪心不正 拒人有事 不欲施济 事之来回 今世现有 王法毛玉 随罪取向 受其殃罚 好 先看这个 这些由于财物 起道心 所产生的行为 他就会有火爆 由于不正当的手段 得来的 他不能长期保随 就是破家 很快家产 就破 破善 或者由于追逐 不义之财 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辛劳而死 或者害怕而死 或者被人害死 等等 所以他们在做 这个偷盗的过程当中 不顾前后 就是不考虑 就是不考虑 他的生前的这种念力 会在后世导致什么后果 他不考虑 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是想获得更多的钱财 由于这样的肆无忌惮的 恋财的行为 不仅殃及自己 也殃及自己的这种亲属 亲属内外 就是母党 就是母党父党 由于他贪污受贿 案件东昌事发 导致王法的成主 甚至诸灭三主 或者 施家就是家里的人 朋友 知识是朋友 还有乡党 乡 这是传统社会的这种 行政体制的概念 一万二千妇就构成乡 五百妇家庭构成党 五父成为邻 邻居的邻 五邻就为邻 邻就是相当于 好像一个村 所以这些区域的 这些人都为了钱财 愚民 就是不明白这种事情 真理的愚痴之人 野人没有经过礼法教化的人 他们转向从事 就是辗转地联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团体 或者打家结社 像水浒钻那样的 或者构成黑社会 你看现在意大利正在剿捏黑手党 政府军出巨大的强力 要剿捏黑手党 黑手党一度它是很厉害 它是无数不用其极 手段残忍 而且手段高明 你看他如果要恐吓一个人 哪怕这个大人物在保镖 非常严密 他都可以把一个人头 放在他的床头柜上 让这个人起床 看那个龙头 这个人头一放 就向他提供信息 你不听我的话 你就跟这一样 我可以到你房间里面 就能做这个事 所以你有几重的保镖 他这种手段 直接抵向你的那种生命的安全 第二天这个大人物 可能到了办公室 这时候有一个西藏隔离的人 找他来谈事 这一谈 这个大人物都也知道 他就是有来历的 那也不敢得罪他 转供从事 好 这样就奋臣愿劫 你这个相互之间 用残忍的手段 剥夺别人的钱财 公然地抢夺 那可不是接了冤家吗 等到他得到了这些钱财 他就很吝啬 用不正道的手段得到的 他不肯去布施 当然也有一些大道 传统社会的一些大道 他是不在家乡附近去住 他到远方去住 做到之后把钱财带回家乡 他可能摇身边 变成了一个大善人 他也可以做些慈善事业 实际上他是大善 好像是大善人 实际上是江阳大道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对钱财的这种贪爱 这种保护 这种贪心 使身心都非常牢苦 他念念都是这个钱 没有得到想获得 得到了又害怕 得到又怎么保存 所以在为这个抢夺 这个钱财的过程当中 造出了足够的恶业 没有一点善业 值得他医护 所以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独来独去 都是恶业追随 所以你这种念念 善业导致幸福 恶业导致摘殃 是随着你的生命的轮转 而跟随的 或者生到善到享乐 或者生到三恶道里面 遭受剧烈的痛苦 等到这个三恶道的剧烈的痛苦 现前的时候 你设想后悔 就后悔莫及了 这种在财务方面的贪的行为 一定会有报应 可能我们世间人看不到 但这个冥冥当中 丝毫不爽 我们从《引诚回忆录》里面 谭虚老婆上写的 他讲地贤老法师 曾经讲过上海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还挺有意思 上海滩上有一个大官 姓陈的 他是在清末做大官 以后就在上海诸界里面 互贤生活 也是在上海滩 做很多的善事 修桥古路 建世 愿搞慈善 成为大慈善家式的 结果有一次 姓陈的老先生去世了 去世了他有个太太 就很思念他的丈夫 天天酷酷啼啼啼 正好有一个法国人 他会什么鬼穴 鬼穴就是能够招魂 新史的人可以招魂过来 跟家属见面 报仇要一千大洋 那也蛮贵的 但是这个陈太太很思念 他的丈夫 想要见见面 说说话 就愿意肯吃这个钱 就请这个法国人 住这个法室 这个法国人还信心满满 认为新史的 可以把鬼魂叫过来 结果到了晚上 把灯一熄灭 他就念了什么咒语 掐着念咒 念了念 念了半天 灭溅到来 灭溅到来 就开灯之后 对陈太太说 我找遍了敏见 结果发现她在地狱里面 我叫她不能出来 这个陈太太一天就冒火了 你这个骗子 我的丈夫是大善人 怎么能到地狱里面去 你说她行骗 又哭又叫 又哭又叫 搞得这个法国人没有办法 这个法国人还真的会这个法事 但是一说这个又没有证据 那个法国人说 那就这样 如果你家里有不有新史的人 我另外把你这个新史的家座叫过来 这个陈太太说 我不见其他人 我就要见我的丈夫 就能见到大喽大叫 正好旁边的人呢 就有人提醒 就是正好这个陈家的大儿子 就是陈老姓的大儿子 也是车瓢毒 在妓院里面可能就死了 死了不久 那就有人跟那个她的 这个 少太太 就是这个说 哎呀 说这个法国人说 新史的人可以叫过呢 但你的丈夫不是才死五天吗 是不是让那个法国人 把你的丈夫叫过来说说话 既然这个样子也可以跟他谈谈价格 那法国人说好啊 我就给你减半 只要你有五百块就可以 但这个 这个儿媳妇又不敢作主 就跟他的这个婆婆说 人家说五百块能够把大儿子 把那个叫过来 你你同意不 这个臣太太说 你没有事我不管 反正这个少太太也准备自己出庭 他就说好了 五百块把这个 这个法国人又念个什么中 还真的很快 这个鬼魂就过来了 鬼魂在那个桌子底下 然后就有对话 那个那个 那个他那个这个太太就这个少太的 你是某某吗 他说我是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现在我在地狱在疏散鬼里面 过两天就要接受阎王的审慎了 现在还比较是有一点 说我生前吃喝嫖毒 什么都敢干 很麻烦 你给我找人念念经超点度 我的口袋里还有张支票 这一说 然后这个旁边好事的 又把他的小儿子 就是这个死的人的小儿子叫过来 那小儿子说 小儿子你说 你是我爸爸吗 他说我是啊 于是全家就哭到一起去了 在这哭哭啼啼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就问他的大儿子 哦 说你见到了你爸爸吗 这个大儿子说 见到了 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说现在在地狱里面 这个陈太太这时候就害了 他怎么在地狱里面呢 他是一个大善人呢 那他怎么怎么 他的儿子说 是啊 他是做的善事 但是他做的一件很热的事情 就是原来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 就是山西出现了灾荒 朝廷派他去挣灾 拨了六十万银子 结果都被爸爸给毒吞了 由于这个事情就死了很多人 就由于这个罪孽呢 就到地狱里面去了 我这个陈太太都一听 虽然有这个事 但我们做的善事很多 也可以将功责罪呀 这个儿子说 是啊 但是这不能责到功过分明 先要到地狱里面受贪 巨款 死了几千很多人的罪 以后他行得善 以后再到天上去享福 先到地狱里面 这一说全家又哭死了一段 最后这个地狱老法师说 曾经问这个陈老先生 有一个女婿 就叫五道一的 就问你那个 你跟那个陈老先生是至亲吗 是不是有这回事 这个陈道一呢 是他的女婿 也吞吞吐吐 他只是说 这个他是在北京住过官 当时也算比较贫穷 但这种事情是不是一定 或者是不是有 我不敢说 你看这种事情 当时在上海滩上都引起风动 你看看这个 这个罪业都有多重 这也说一偷盗的范围 你竟然把朝廷挣灾的钱 这是救命的钱 吞为己有 据说当时也有人举报 举报朝廷也派人去核实 去调查 然后陈老先生又赶紧 划了几万两银子 贿赂朝廷的检察官 这个事情也被他摆平了 淹尸过去了 所以这个政治上 官场上这些潜规则确实太多了 你作为钦才大臣下去 那光这个他就能够练很多才 因为你回报上去的信息 是什么样的信息 那是决定了下面被调查的官员的 这样的一个命运的 所以对朝廷派下去核对员 那就是公关的对象 那这些如果处在一个不正的环境 政治环境当中 那得到这个肥缺 我要最大限度利用这个肥缺 捞取更多的钱财 所以政治他就不透明 不公正 这个贪官之所以历久不衰 他就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利益网 大家都在那里得到了利益 你谁动谁呀 所以这些 但是虽然你能够骗过世间的法律 天网飞飞疏而不落 你敏捷的法律 你是逃脱不了的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佛教的三十英国六道轮回 这种英国法则真是不去 你才能让他生起敬畏 恭敬 他害怕 他才不敢去做 但是世间的人民是内心充满愚痴 很少智慧 放纵自己的恶业 见到善人 他只是憎恨诽谤 不会考虑到要去心目 要健全施旗 他还是愿意去着恶 有着恶的倾向性 所以对那些非法非礼的行为 他就肆无忌惮地去做 恶长着暴作 偷道之心 这个道心 道的手段太多了 以权谋师 假公济师 偷税漏税 其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他人的 把他人的利益占为己有 当他得到了不义之财 怎么来怎么去的话 很快这个财消散了 消散了 他又求这些非裔之财 这种偷盗的邪心 在他内心就是固结 固结呢 但是他又害怕他人发现自己 在事先 他也没有畏惧之感 什么都敢干 而且胆量越来越大 这种偷盗的金额越来越惊人 等到事情发生之后 牢狱之灾 甚至判死刑到来的时候 他才后悟 那么这里面的后果 今世就能够有牢狱之灾 随着你的偷盗的罪的程度 判判刑得到相应的刑罚 灾殃的惩罚 好 请看下面 因其前世 不信道德 不修善本 金服为恶 天神克事 别其铭记 寿终神事 下入恶道 故有自然山徒 无量苦劳 辗转其中 事事累结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视为二大恶 二痛二烧 勤苦如是 譬如大火 焚烧人生 人能于衷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着足善 不为众恶者 生独度托 获其福德 度是上天 迷环之道 视为二大善也 这些常怀道心 用种种手段 谋取钱财的人 其原因是什么 就是由于他前世不信道德 邪知邪见 不信因果 不信能归 他的知见总认为 既能人为了为实实 人为财实 要最大限度负责钱财 我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成功 这个目的 他就相信一点 我要用力少收效大 你要我劳动自负太辛苦 如果我到这个做爬子手 上个公用汽车 看到哪个红包 哪个口袋骨骨的 把它拿出来 人家的那个包 看个骨骨的 用个小刀片 把它一削 把它一拿出来 现在这个被偷的很多 上次我们有个比丘 他有个包放着车子后面 就是车的后面 所以在后面的车厢里面 人家会有办法把它弄开 把你那个里面的包全部拿走 他的包里面放了上万块钱 就不意而非 你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被偷的 他的方法很多 他就认为这个来钱来得快 这些都是不信英国 不信道德数字 由于这是他前世的这种恶习的创行 由于前世就是邪之邪见 没有修布施 修五戒十善的根本 所以今世呢 他又有偷盗的这种创行 这些小偷小摸们 他有一个什么叫小偷的心理 他看到好东西 他心里就痒痒了 不把他偷 偷到手上 他就难受 他有这个心理 所以他有这个心理 他的眼神 他的这个动作 他就有一个小偷的那个标准 那个有经验的警察 他只要眼睛一看 就知道哪个是小偷 哪个不是小偷 这有他的创行 金是在住这个偷盗的恶 这样他的行为 包括他的念头 天神克世啊 这些天神就把他的行为 全都像照相一样的照下来了 他的行为的念头就登记在档案上了 他的名字另外把它标显出来了 到他临命中时 他的神识离开肉体 就直接下到恶道里 所以这种三恶道的轮回 是法尔自然的因果法则所致 不是谁给他预定的 这种自然山图大家看看 也是一切违心照的 原来有个公案讲一个小孩子 他就喜欢去偷那个鸟里面的蛋 他常常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恶业啊 他有一天忽然好像就有人叫他的名字 叫他名字 说去玩一玩 他也顺着这个声音出去 一出去这个人就带到他到不远的地方 就看到一座城市 一看城市还很热闹似的 他就进了那个城 一进了那个城 说不知城门就关了 关了再一看 下面那个城 城的下面呢 就是焦炭 就是热飞焦炭 他的脚在那上面就被烧得很炙热 他就受不了 受不了他就想从东门跑到南门出去 但是一到南门的时候南门又关了 南门关了以后 他就想跑到西门 跑到西门西门又关了 再跑到百门百门又关了 他就在那里跑来跑去 想出去 一边跑一边狂叫痛啊 疼痛啊 叫爹叫娘啊 但是就不远的地方 实际上村庄上的人士 看他在那个一块田地上 在那里跑来跑去玩耍一样的 随着他在那里就跑了 在这个小孩眼里是一座城市 别人看来是在他在野外疯跑 这样他的父亲看到他的儿子 到了傍晚还没回来就到这儿找他 找他就问这个人在我儿子在什么地方 就有人看到 我看到你儿子在很远的地方 在那儿跑来跑去不知道跑什么 那么这个父亲赶紧跑过去 就叫他的名字 一叫他的名字 他一听自己的名字 马上一应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境界没有就瘫倒在地上 看到他的父亲赶紧就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一看 这个乞丐下面都烧焦了 烧焦了赶紧把他背回家调养 终身这两条腿 乞丐之下就没有腿了 你看这是自然的 他就是由于他这种杀业 所感得的一个地狱的境界 只有他能够感知这样地狱的境界 他人看不到 所以理解这个自然山图 在这个自然山图里面就像猪鹅梦 你已经在梦中 梦中的一切痛苦 你是感同身受的 具有无量的苦劳 这无量的苦劳 你偷了人家东西 说了人家的坏话 天天要煮螃蟹 你煮螃蟹 你自己就在油锅里面被煮 你天天煎鱼 自己也放在一个熬盘上 被火属煎 这里面就有无量的苦劳 辗转在三个道里面 先到地狱道 地狱道又有十八大地狱 五百小地狱 那里面它是相应的受种种苦行 地狱里面从最深的到浅一点的 地狱里面出来到恶鬼道 恶鬼道到畜生道 畜生道到人道 人道这种愚痴下贱穷困 贫穷起道心 他又来偷东西 又抢东西 又造作恶业 马上又到三个道里面去了 辗转其中 动经无量节 没有出来的时候 很难从三个道里面解脱出来 在这个三个道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痛不可言 受受的痛苦 佛都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是看不到 看不到自己多生多劫 在三个道里面遭受巨苦的情形 但是如果修道 修到了阿罗汉的水平 他有寿命 能观察自己八万大劫以来 生生死死的情况 尤其在三个道里面遭受巨苦的情况 他害怕到什么程度 血汗毛里面都出血 是这样的痛苦 所以现在我们敢去造恶 就是不了解三个道的痛苦 有多么距离 所以我们看一看地狱的苦 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你造了什么恶因 在地狱里面造出什么果报 要经过多少多少劫 要一一地把它对应出来 你才不敢 这叫失地狱苦发苦的心 如果你不相信有地狱 那我这个杀到淫望 没关系 我造恶不会有后果 那谁都敢造恶 谁都有能力造点恶 唯有深信英国 知道三徒的巨苦 他才不敢 他有恐怖性 他有敬畏性 所以要离开二大恶 恶痛恶烧 就得先理解他的恶痛烧的真实的情形 无量节以来 勤苦的现实 这种痛苦就好像 大火焚烧人生 大火焚烧人生是什么情况 我们可能都没有体会 你想一想我们有个体验 我们就在手上或者头顶上 一烫个香巴都觉得很疼痛 更何况整个大火熊熊燃烧 焚烧你的身体 你多么疼痛 我们凡复正常 身见我之越重 这种疼痛的感受力越强 他受不了 为什么请君弄梦就能什么都那个 他通过一个梦里面给你烧一烧 你都受不了 受不了你什么都敢 都会受 而且想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人能够在这样大火焚烧的状态当中 还能一心自意 就是这种情况很容易常怀悼心 造作恶业 但是你还能够动心忍性 不去怀悼心 不去做伤天害别的事 按照这种因果的法则 这种善业去做 端生正行 独着足善 竟然所有的人都在做道业 都在喜欢争便宜 这个情况确实是太严重 由于人都有一种贪财之心 你想要靠他的觉悟太难 所以这种制约的体制 确实是很有必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在干 你不干 这是确实要有 非常的因果的观念 非常的敬畏感 才能做得到的 要么太难 你就是大家都拿红包 你不拿红包 你能待得下去吗 所以这个 五座二十大软钢 确实很难 虽然如此 我们还要端生正心 独着足善 你可以善解方便 上次也有个当医生的说 我是佛教徒 我确实拿那些红包 心里不塌 心里良心谴责 但不拿又不行 我说人家都有个地方 有个什么 他拿还是拿 把这个钱自己不要 去做慈善事业 你转一下 他也可以 善解方便 你个人不能跟单位上的 所有人对着干 要么你待得下去 但是我们还是要奉行 端生正心 独作足善的原则 不为众肉 你看看现在我们的工程 这个桥塌了 包括地震灾区的公路 就那么几个月 又出现了质量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工程质量问题 这里面你想想 这里面有多少潜规则 在那里运作 那这个一个工程 可能层层转报 传层转报 转报到施工单位 可能就没有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可能他就必然要偷工减量 这已经成了一个险规则 你看看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知道 这确实大家都为了钱财 不知手段 潜规则 灰色收入 等等这些 我们还要做到端生正心 独作足善 不为众肉 不为了这个钱财 而拍卖自己的良心 这样我们能得到大便宜 我们这一期的涅报生 就能独自得到度托 我们就有善报 轻则得人天的福报 众得得脱离三界的轮回 以至于得到大臣的佛果 当我们端心正义去做的时候 能得到这样大的福德 智慧 解脱涅槃之道的时候 这就是第二种大善也 法官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